鳳林鎮的跨年夜是充滿了感恩與感謝 這是鎮長林建平第一次主持的跨年活動 他感謝公所團隊還有前鎮長蕭文龍 還有現任代表會的主席給予支持 他還表示未來四年公所團隊 會在自己的本費上扮演好自己角色 有更多挑戰他也會一一克服 2022迎新納福鳳林禮戰 鳳林鎮跨年晚會充滿著鎮民的熱絡參與 包括縣長許正衛 華年縣議會副議長徐雪毅 縣議員林品陽 議長特助張承偉 這名代表會主席隆春文等民意代表 都到場熱烈參與 前鎮長蕭文龍更是以神秘貴賓 到場與民眾一起迎接新年的到來 向政黨定下的制度 會讓我們台上所有代表會的成員 所有的里長們 所有的公所團隊 都能夠自己在本分上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們結合輪會 我們結合社團 我相信未來的四年 我在這邊可以跟各位大聲來保證 我們一定會很努力 而且一定會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因為鳳嶺是我們的家鄉 鳳嶺是如此可愛 就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 讓我們鳳嶺更好 在未來的四年裡面 也許還有很多的挑戰 但是我相信我們都能夠一一來克服 而前鎮長蕭文龍更表示 雖然下著雨 但是公所團隊依然能夠盡責地為鄉親來服務 展現出公所的服務熱誠 相信在林建平鎮長的帶領下 能夠為鳳嶺鎮創造更好的未來 下雨還很認真在辦我們的活動 尤其讓我最感動 每一位我們的鄉親要出來領獎的時候 都會跟他撐著雨傘 所以這樣我們是我們的團隊 對我們的鄉親 把他相當的尊重 所以這一點不是全台灣所有的團隊可以走到 我想鳳嶺是一個很和諧的地方 其他鄉鎮沒有辦法像我們鳳嶺那麼團結那麼和諧 我想無論以後有什麼困難 只要大家團結和諧在一起 所有的困難我們都能克服 我想大家相信我們林鎮長的領導之下 一定會帶給我們未來的幸福 跨年晚會活動當中 雖然沒有明星光環的加持 在鳳嶺鎮的各社團表演當中 充滿著鳳嶺鎮的活力與文化 蘊含著客家精神的底蘊 最後在倒數中也期許新的一年 能夠為鳳嶺鎮爭取更多的社會福利與基礎建設 創造更美好的鳳嶺鎮迎接2023的到來 記者林捷鳳嶺鎮採訪報導